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远比成人为多见啊 但是处理的原则就跟成人有很大区别 如果孩子能配合啊 可以尝试的去清理 如果孩子不配合 一般来说不要去强求啊 这个不是你家长摁着 或者是怎么样能解决的事情啊 像多数的孩子 我感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 是很难配合医生啊 这个年纪呢 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评估 那是你自己孩子的问题啊 有的孩子九岁也不让动 有的孩子一岁啊 就能很稳的坐在这里 医生也不吭 像这个小朋友是两岁啊 之前在开始操作之前呢 一定是要跟家长沟通好这个 个人的原则啊 解释好这个问题 像这个小朋友啊 家长说他有一次好像是把什么摔破了 去医院处理伤口啊 都纹丝不动 那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互相比较的 那有的家长斥责自己的孩子 这个没有办法讲道理啊 儿童他对这种恐惧啊 一生操作的这种恐惧 是没有办法说你短期间之内 跟他语言沟通就能解决的啊 这小孩很稳当啊 坐着纹丝不动 儿童的腕道非常的窄啊 自己棉签就胡扯了 你想想看这种东西对于叮咛 只会把它捅得更深啊 不可能说拿棉签把它弄出来 至于什么发光的腕勺啊 什么掏耳神器啊 还有什么低眼的叶 纯粹胡扯啊 这种干儿的这种干性的块啊 你点完了啊 他就可能张开啊 有的可能是点多了 有一部分自己慢慢能掉出来啊 但也有可能就是张完以后 对耳朵造成了刺激 反而更难受 小朋友我一般很少敢上这个叮咛勾 因为这个孩子的稳定性不好 他突然的移动啊很危险 这个孩子呢 我在前面用啊 中晚的显微前尝试过以后啊 看到它的配合程度非常好 那就啊 用可以尝试一下 我钉钉勾啊 把这个清理出来 骨膜可以看到明显的骨始基业啊 中晚里有基业 这个在孩子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 同级大概有60%到80%的儿童在自己的幼年啊 或者是儿童期啊 都会出现有这种分泌性中二眼的情况啊 一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退 有一些会持续很长时间 孩子配合的很好啊 那就胆子稍微大一点啊 先弄勾知 这一侧他家长捅过 明显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坑 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麻烦 左侧那刚才那边是没动过 右侧是家长处理过 像这种东西呢 你清理完了以后 隔几个月啊 孩子的耳朵里 有可能会被这种叮咛块说堵上 当然可能不会这么实心了 这个处理的完全是一些啊 非常干的这种牛肉干级别的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叮咛的碎片 小孩非常稳啊 这已经是可以跟成人的心态相比了 这侧的骨膜是基本上正常的 骨膜表面有一个小的小碎块 一般来讲处理到这就可以停手了 但这个孩子我觉得配合好 那么我们就把它最后骨膜上 这点也可以吸出来 不然的话 有时候他在运动的时候 这个碎块的移动 耳朵会产生响动 这个外耳道口好像之前破损过 这个哎 你看他动了 这个敷压吸引器啊 有一种抽吸的这种吹风样 声音啊 总体是非常好 这个家长看到以后啊 如果孩子言语功能是正常的 正常跟家长的交流啊 口上有个尴尬 就不去应接他了 他也自己没有表达这种 耳朵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啊 轻易不要去动 你们家长更是不能动啊 医生需不需要处理呢 一般来讲尽量不动为好 你像这个提到的这个中耳炎 多数其实来讲是靠着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的自愈啊 好 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在做骨膜治管以后啊 他这个外耳道口 你看 又是这种干块 他治管之前呢 肯定是清理过的 这个是今年夏天啊 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骨膜治管 因为我要看这个治管是不是稳定 有的这种管呢 几个月以后就脱落了 他这是一种 清理完了我发现啊 它是一种T性管 就是有一个尾翼啊 一部分是别在了这个骨膜的内侧 这种的话相对稳定性好一点 但是拔管的时候会有点麻烦 可能疼痛感会比较明显 这是个T性管带尾翼的这种 如果是直管啊 经常是带不了这么长时间容易掉 但是取管的时候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东西各有利弊吧 可以非常看清楚在故事里的那一部分啊 今天来的几个小朋友 大部分可以有一个孩子 好像有一侧耳朵没配合 他不让再动了 这个就不去强求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之前有过中而言的病例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清理完了以后 这可能是复查来了 家长是没有能力去做这种操作的啊 我就是给你这些工具 你也不行 这是刚才那个好像 放梯放引流管的那个孩子在另外一侧 骨膜是好的 这种碎片啊 几个月啊 就会重新再出现 直到他孩子到 接近成年以后 可能相对才会好一些 好 这个显露成这样就 可以了 这跟上一个直管不是同一侧 不是同一个孩子 看错了 小朋友 哎 每次我看到这个 挂号的这个窗口啊 两岁三岁四岁 这看着就头都疼 小孩的话 操作消耗的精力多 风险高 效果还不一定好 有的时候 摸半天嘴皮子 他也不让你动 或者有的时候 说的好好的 操作的过程当中 突然动一下 那就 哭天喊地的 也挺麻烦 之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啊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啊 我的前辈啊 就相当于呆教老师 就在这方面吃过一次大亏 清理的时候造成了损伤啊 后来反复的这个味道肉芽啊 折腾了很长时间 这侧是一个机性滑动性中而言 骨膜明显充血红肿 好 这个也是小朋友啊 今天这几例都是在两岁到四岁啊 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好像是六岁 这些操作动作都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我也是很无奈呀 人家带着孩子大老远跑过来 在门口排队排三小时啊 确实 好 这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骨膜啊 如果孩子不配合啊 这个像这种在感冒 明显感冒期间突然出现的耳痛啊 就按照中而言去处理 扣服抗伤素啊 疼痛的话 他可以使用像美林或者泰诺林啊 之前的科普文章都写过 因为这两个药除了退烧以外啊 很多家长一听到这个第一反应说 这不是退烧的吗 是这是退烧的 他们除了退烧还可以止疼啊 我们叫解热阵痛药 这种肝块就讨厌啊 小孩又疼了 还好已经到口这了啊 好 好像拿出来了 这已经去掉了 这侧骨膜是好的啊 骨膜是完好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